这个鸭头哥真的是天满星空 想啥就做啥 你不用欠我了 我是不会做的 就要去干净 它们要三个小时 你要去干净 要去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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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往前有点油 要去干净 这两天又快做完一个篮子了 最近特别迷他很上瘾 因为特别有成就感 喂 啊 难喂啊 难了难了 怎么没时间到喂啊 嗯 等你老当下干嘛 这个鸭头哥真的是天马行空 想啥就做啥 因为要点啊 鸭头哥嘛 因为那个八道坛会摆地坛嘛 小嘎来都给你给你忙的没时间的摆地坛啊 一般熬了都是给你给你一斗的啊 我刚才能够到我们先来 小小又没空白食物 我还能够给你一天就要做的嘛 鸭头哥没得像 你们老人都要做的嘛 这个鸭头哥没得像 鸭头哥没得像 鸭头哥没得像 鸭头哥哥没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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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头哥哥 在干嘛 在发呆啊 你进来了 我进来舒服你 你不用劝我了 我是不会做的 你听我说完以后 你肯定想做 我不想听 我真的不会做 没精力做啊 哥 我们好好聊一下 聊是可以聊 但是我绝对不会做 来来来 坐这里聊一下 再怎么聊 我也不会做的 我跟你说 你听我说嘛 我不听 你听我说完了 你肯定又会有另外一种想法 你再怎么说我也不干 我跟你讲啊 我们两个认识那么多工厂 对不对 我们拿货肯定比别人有优势 价格便宜 性价比高啊 第二个 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直播 人气又低 你多无聊啊 你如果把这个直播间 到时候搬到我们那个 摊位上面去播 对不对 让同情的朋友都参与进来 也可以 切切实实的看到你这个货怎么样 那你直播间就有氛围了 氛围就不一样了 你播也不会那么累啊 好像你这样说也对啊 是不是 然后那个摊位你放在那里有时间 我们也没没尽量每天时间去 尽量抽时间去看 然后没有时间 你大早晚上有时间 他可以帮我们看 主要是每个月的那个租金 水电费那些 那租金不小的成本 租金那个不是很贵的 他是三个月一租嘛 如果你觉得不好 我我时间上面 弄不来 或者你觉得那个东西没有什么效果 你可以退啊 三个月试一下嘛 不是你这样说 就相当于晚上我们直播 就不用去单独去直播间了 直接去夜市上面直播 对啊 那这样还时间还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你要直播的话 你去哪里不要直播 那我去换个场景播不好吗 好像也对啊 我们直播好多同城的都在问我们在哪里直播 怎么样 如果你把线上的东西拿到线下来卖 线上也可以卖 线下也可以卖啊 对啊 对啊 而且同城的朋友看到质量这么好了 现价比又这么高 那直播间的朋友也相信呀 那我不是要打脸了 哈哈哈 但是我有个问题哦 嗯 过段时间我去做试管了怎么办 还有我跟你大嫂 那去看一下 哈哈哈 打下脸 哈哈哈 赶紧的去啊 别让人家抢完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打完脸就不一样了 哈哈哈 不是你这样说还挺有道理的 就是把直播间搬到街上去 是吧 对啊 走 这里吗 对啊 这里还挺好的 以前我们住这里的时候 这边人都是挺多的 怎么样 还可以哦 有那种感觉哦 可以哦 搞得很厉害 这边摊位也蛮多的 你觉得我们做直播的话就拿点一点的地方吧 那你献献要不要卖 卖啊 卖就拿头摊 你听我了 我十多年的摆摊经历 头摊贵呀 贵不了几百块 是不是太小了 太小就拿两个 两个 哈哈哈 两个也太奢侈了吧 没有啊 很多人拿两个应该 比如说做麻辣烫的 肯定他们要做拿两个 要不然你住的地方都没有 行吧 反正 我这辈子没有尝试过摆地毯 尝试一下吧 尝试一下可以啊 做回我的老本行 没有错的 摆地毯是你的老本行 然后直播呢是我的强项 强强联合 试一下 可以三个月 对啊 试试一下 三个月为期限 看看我们这个三 三个月之内能够有什么变化 是吧 嗯 那我们拿头摊 要去问一下 别人可能卖了 问一下嘛 啊 如果没卖我们就拿头摊了 好 我刚才转了一圈 这边全部订完了 这边也差不多已经都有人搬进去了 我们得赶紧过去问一下了 我们算是运气比较好的 租到了那个头摊 接下来的三个月 我就要开启我的地摊生活了 现在想把东西搬过去 买了一些地垫 开门大吉 想来想去呢 我们还是租了两个 空间大一点 搞好活动一些 我们买了这种五公分的地垫 因为这边下雨嘛 就快积水 到时候把东西泡坏了 就更加麻烦了 所以干脆一步到位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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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就不怕水了吧 到头上面再涂一层地垫 完工